延宕多年耗资将近63亿的金门大桥 在施工十年之后即将在今年完成并且通车 施工单位21号晚上进行第二次的试灯工作 吸引不少民众前往统安渡头还有慈湖等观赏点 欣赏美丽的灯光秀 远远一看金门大桥上的购结快吊庄碧笼作业 已经即将步入尾声 而这一场灯光测试时间还没有到 就吸引不少民众还有游客前往卡位 测试时间一到就看到桥上的灯光缓缓的亮起 瞬间引起民众的惊呼 我们七点左右 因为他那个脸书上看到是七点开始 总是要来臭热闹一下 还可以 只是天好像还不够黑 只是好像没有特别多载 感觉应该会开座好了吧 它说十月才会 所以你也是期待说整个都亮吗 当然啊 当然这是一种交通电子 很好啊 期待啊 下一次来希望它做好 我们可以直接开车过去 而这一场试灯秀包括建公雨 同安渡头还有慈湖 都吸引不少赏灯民众驻足欣赏 在灯亮的瞬间 民众直呼好美 甚至有民众说灯了好久 终于可以看到大桥即将完工 好像金门大桥的完工通车 对金门有着深层的意义 很漂亮啊 这个啊 等了九年了 将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热点 一个热点 对对对 做金门公公的行销啊 这是一个卖点 快乐 快乐 备受瞩目的金门大桥施工进度 已经到达97% 预定今年8月份完工 目前工程重点是 深潮区的桥塔施工 以及上购结块吊桩碧楼作业